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度若惊症 我拿着化验结果 慢慢走向苏承 他看着我 脸色变得很难看 没等我递给他化验单 就扭头往外走去 我叫宋雅三年前 我和苏承经朋友介绍相识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 苏承就职在一家事业单位 苏承人长得虽然不帅 可是他性格温和 事业心强 父母都是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家里有房有车 而我一个乡下女孩 二本院校毕业后马马虎虎的 找了一份工作 能找一个像苏承这样的 男朋友也很知足 美中不足的是婆婆 对我老家是农村不大满意 可是也拗不住苏承的软磨硬泡 最后还是同意了我俩的婚事 定金的时候 还给了我家十万元钱的彩礼 婆婆说 他就苏承这一个儿子 说什么也要把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 我妈也很高兴 结婚的时候 他把十万彩礼给了我八万 我不肯要 母亲就硬塞给了我 不要被婆家看不起咱乡下人 可是结婚一年后 虽然我和苏承也做足了备孕工作 我却始终没有怀上孩子 又过了半年 我的肚子还没动静 就开始有些着急 苏承安慰我什么事都要顺其自然 不一定哪天我们的宝宝就会来了 趁这个时间好好享受两人世界就行了 说实话 不着急是假的 看着身边的同龄人一个个都有了宝宝 那粉嫩可爱的模样 真的让我特别羡慕 其实比我更着急还有婆婆 我俩刚结婚的时候 她就开始计划怎么帮我们带孩子 育儿叔都买了一大堆房外 她的床头上 有时候一看就是半宿 看到我俩还是依附不着急的样子 婆婆就有些着急 我那些老朋友都有孙子孙女了 就我还膝下空空 真没脸见人了 婆婆说话也越来越难听 人家生儿生女都是顺顺当当的 就咱们家这么难 后来就开始猜测不能怀孕 是因为我的问题 赶快去医院查查 是不是不能生啊 这样干等着可不行 苏承开始还安慰婆婆 不要着急 后来被刀刀烦了 干脆就对她说 急什么 我们现在工作压力大 不想要还孩子 你也乐得个清闲 有啥不好 气得婆婆对她直瞪眼 以为苏承是因为心疼我才会这么说的 在婆婆的一再要求下 我还是决定去医院查查 苏承想了想说 要查就去远地方的医院 不管是谁的问题 传出去总是不光彩 就这样 我们到了省城医院生殖课 大夫要求先检查苏承的身体 不能怀孕男女双方都可能有责任 男性检查会相对简单些 如果男性没问题 再查女性身体也不迟 就这样 原本就没做检查准备的苏承 红着脸去起了惊艳 更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检查结果竟然是苏承的原因 回家的路上 长达两个小时的车程 苏承一直沉默 他眉头紧锁 两眼呆滞的看着窗外 我主动和他说话 他才应付着说几句 一份话咽单就让这个男人 变成这个样子 之前我长时间没能怀上孩子 也没见他这么消沉过啊 甚至还安慰我不要孩子也挺好的 过一辈子的二人世界不浪漫吗 回到家门口 苏承低着头快速的走进电梯 拎几个熟悉的邻居 和他打招呼都没听见 他像逃逝的躲避着什么 把我甩到了身后都没管 我一下子明白了 苏承这是自尊心在作怪 没有生育能力 把他男人的尊严给撕去了 可是 这又有什么办法 有什么事情总要面对 躲能解决问题吗 再说 不能生育的人也很多 我们小区就有位大嫂 结婚六年了也没要上孩子 也没见人家要死要活的 苏承的心理素质 难道还不如个女人吗 当天晚上 婆婆就过来了 看到我俩闷闷不乐的样子 把手里提着的菜放到厨房 什么也没问就走了 出门的时候 还把门用力低带上 婆婆走后 一整天没说几句话的苏承 突然对我说 以后谁也不要再提要孩子的事 别人要是在问你就说是你的原因 我的原因那还不是一样吗 咱俩谁不能生都是一个结果 不是 我是说 在外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 我不能生育 我怎么在同事面前抬起头 我明白了 苏承这是想让我替他背不能生孩子的锅 看到苏承可怜的目光 我还是答应了 不就是不能生吗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不能生育的女人多了去了 苏承看到我同意了 脸色顿时好看了许多 他还立马去了厨房做了晚饭 第二天早晨 苏承上班比我早走了医会 我收拾好饭桌 也想去上班 无意中看了一眼垃圾框 垃圾框里是昨天才拿到的诊断证明 此时已变得粉碎 在检查身体之前 婆婆对于我俩的生育 还抱有一丝希望 检查后 婆婆抱孙子的希望彻底破灭 几天后 婆婆就开始给我找偏方治疗 大包小包的中草药 就放在我的床头上 我看着这些药材苦不堪言 就告诉苏承 能不能把他不能生育的事实告诉婆婆 苏承害怕婆婆嘴不言是泄露了出去 摇摇头拒绝 为了不被婆婆察觉 他把草药案每日的浮量扔掉 熬药的药罐只剩下一点用来哄骗婆婆 三个月后 婆婆看到我的肚子还没动静 就对我说 光这些草药就花了上万元 怎么就没有效果呢 这么多钱掉到水里 还能听到个响声啊 自那以后 婆婆就很少到我家 开始还觉得终于清静了 难得她不再过分地关心我们的生育问题 苏承说 怎么样 什么事忍一忍就过去了 咱们还能管咱们一辈子 听了苏承的话 我忍不住留下了委屈的泪水 这一段日子 我所受的压力 不仅仅是来自婆婆 还有很多亲朋好友 他们从开始问我为什么不要孩子 到后来就关切地为我怎么治疗出谋划策 还有的人建议我可以去做试管婴儿 当然 他们也许是真的关系我 可是这其中的苦衷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陪着笑和他们解释着 宁愿苦水咽进自己的肚子里 没想到 做试管婴儿的事情 最终还是被婆婆提了出来 婆婆说 这是最后的希望了 就是花再多的钱我们也要去做 其实在这之前 我和苏承也考虑过试管婴儿的问题 又考虑到若经症 做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可能很低 花费又不低 还是放弃了 这一次又被婆婆提了出来 并且她的态度坚决 看到我还在犹豫 她始终憋在肚子里的愁话 终于说了出来 实话实说吧 我们家绝对不能没有后人 这是我给你们的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还不行 你们只有离婚这一条路 几天后 婆婆就打电话把我的母亲 从乡下叫了过来 说是要和我妈商量一下 做试管婴儿的事情 我妈是个乡下女人 对试管婴儿一无所知 可是为了我能够有个自己的宝宝 我妈同意了 只要能有个自己孩子就好 亲家母你说了算 而这次婆婆让我妈到了我家 真实的目的不是 和我妈商量做不做试管婴儿 她要让我娘家出做试管婴儿的费用 婆婆的理由很充分 亲家母 你闺女不能生育 冤不得我儿子 这钱你们不出水出 我妈听了当时就是一愣 亲家母 我回家看看能凑多少 家里没有几个钱 没钱 订婚的时候我家 给了你们十万元的彩礼 要不你们就把彩礼钱退回来 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退彩礼 这算是怎么回事啊 再说 我闺女结婚的时候 彩礼钱大部分都被她带了回来了 我不管这些 带回来的那些钱 是你们对女儿的陪送嫁妆 别和彩礼扯在一起 我在旁边看着婆婆 咄咄逼人的样子 再也忍不住了 我为了苏承的脸面 宁愿把不能生育的压力 自己扛着 到头来换来了什么 你们不要再争吵了 彩礼钱没法退 想要孩子 问问你的儿子 有没有这种能力 婆婆听了我的话 当时就是一愣 吓得苏承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我把苏承拽我的手 一把扯开 今天我就明白地告诉你 苏承是若惊症 根本就没有能力要孩子 什么 若惊症 苏承 这是真的吗 婆婆紧盯着苏承问 妈 苏承看了一眼我的母亲 笛声说 妈 是真的 我 是不能生 你别怪宋雅 她说的是真的 你们 你们胡说 苏承 你这是火着你媳妇骗你妈妈 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是真的 就是我不能生苏承站了起来 我和宋雅是不会离婚的 我喜欢她 是真的 那你们怎么不早说 拿来诊断证明我看看 我和苏承同事一愣 那份诊断证明早就被苏承撕了 现在到哪里去找 骗我 拿不出来吧 苏承 你这是要我们苏家段子绝孙啊 你死死守着这样的媳妇有啥用 离婚 今天我就把话说明白了 你俩要是不离婚 我就撕给你们看 婆婆说完 嚎啕大哭着跑到了房外 苏承赶忙跟了出去了 拉着婆婆继续解释着 可是婆婆哪里肯信 骂苏承胳膊肘往外拐 不合自己的亲妈一条心 苏承最后也是急了 她对婆婆说 妈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立马跟随你去 婚不能离 你也要想开些 要不然咱这个家就毁了 苏承说完给我使了个颜色 扶着婆婆走了 我妈看到这种情形 气得直戳我的额头 你们演的是哪门子戏啊 这样的大事也敢撒谎 你真是白读书了 然后我妈又小声问我 苏承没有生育能力 我看这个婚离了也好 想啥呢 苏承对我那么好 我不会和她离婚的 没有孩子我也认了 这都是命 就这样 一场风波终于过去了 我心里暗暗庆幸 没出什么大事 又为自己撒了天大的谎 后悔不已 从那天开始 苏承也听从了我的意见 又到了医院做了检查 并且听从了医生的意见 开始调理治疗 我心里盼望的 总会有那么一天 老天也会眷顾到我俩 家里有老公 有摇篮 有孩子的哭声 这才是一个温馨的家 苏承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后 精子的质量也逐渐开启变好 医生告诉我们 只要再坚持一段时间 怀孕的希望很大 就这样 我们在希望中盼了半年 我还是没能怀上孩子 渐渐失去信心的苏承 开始怀疑 是不是我的身体也有问题 上次检查的时候 只是查了我一个人 我看你也去检查一下 我开玩笑地对他说 要是我的身体 真的有问题 你会不会和我离婚 这 你 你不会的 你不要多心 我就是觉得检查一下 对我们都有好处 当时我听了苏承的话 心里很不高兴 他语言里的犹豫 把我的心敲了一下 两天后 我独自一人去了医院 做了检查 我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我的心这才落了地 可是苏承对我模棱两可的回答 一直梗在我的心里 让我很不痛快 检查出他有弱惊症的时候 我为了他男人的脸面 宁愿背着太大的压力 现在我只是随便一问 他的话里就有了犹豫 他犹豫个啥 回到家 我告诉苏承 我的检查结果很不好 可能这辈子没法怀上孩子 怪不得 苏承吐了半句话 立马闭住了嘴巴 然后他又小心翼翼地问我 是真的吗 我点了点头 这种事不能撒谎 我没骗你 当天夜里 苏承就变得沉默不语 我的心变得忐忑不安起来 我知道 一个孩子对于家庭意味着什么 苏承也不止一次告诉我 他非常喜欢孩子 只是由于他患有弱惊症的原因 他对孩子的喜爱 才暗闷藏在心里 这次 我对苏承撒了个谎言 就是想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想看看我对他的真心付出 能不能够换来他的真心 如果真的是这样 就是一辈子 没我孩子 和爱自己的人手 一辈子又有何妨 看着躺在床上背对着我的老公 我毫无睡意 闭上眼睛 就看到两个老公在打架 一个真正爱我 一个以爱的名义 承拳着自己的自私 第二天 很久没有再去我家的婆婆又来了 他满脸带笑 看起来有些兴奋 我连忙叫了声妈 婆婆没有理我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二郎腿瞧了起来 宋雅 你不要怪我 也不要怪苏承 原先你替苏承背了黑锅 我先说声谢谢 可是现在你又检查出来不能怀孕 真是风水轮流转啊 你就高抬贵手 放过苏承吧 我是不能怀孕了 我也相信苏承不会嫌弃我 就像那时我没有嫌弃他一样 离不离婚 你说了不算 宋雅 你怎么还不明白 如果苏承不想离婚 我就是死了也不可能拆散你们 实话告诉你 苏承对你也不是没有感情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不好意思亲口告诉你 你识相殿 我们也会为你不能生孩子的事情保密 兴许 你还能再找个男人 哦对了 苏承还让我告诉你 他感恩你对他的好 离婚后 他会把这套房子给你 还有 你们所有的财产都可以平分 他对你也很不错了 你让苏承亲口告诉我 离婚 也可以 可以要离得明明白白的 这还不明白吗 苏承就是因为自己有弱经症 才死活和你在一起 现在他好了 他能有自己的孩子了 可是你又查出毛病来 不要怪别人 要怨就怨自己命不好 还有在你俩离婚之前 苏承不会再回到这里 你们赶快办好手续 房子属于你的了 苏承可以说很对得起你了 婆婆走后 我独自坐在那里陷入沉思 如果苏承真的是想和我离婚 我也没必要死守着 这个自私的男人不放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